穿戴头巾袖套 背着传统藤蓝 舞者透过曼妙舞姿 搭配轻柔的背男主歌谣 充分展现部落妇女的农忙生活 来自台东卡的底部部落的 曹敏靖 拥有多年的民族舞蹈经验 日前以自编舞马美丽的部落 拿下了今年全国学生舞蹈比赛的 个人组优等 全部参赛者27个就我一个原住民而已 我一开始比赛的初衷就是我想要突破我自己 因为我是从国小跳远舞 然后接受很多老师的指导一直到现在 然后我想要试试看我的能力到哪里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者 敏靖一点也不却唱 杰出的表现是获得评审青睐 不过初次参加个人独舞比赛 上台前人会担心自己 无法完整诠释舞马的意涵 我这个舞座的名字是 就是美丽的部落的意思 那我想表达出来是 我在部落里面从小生活到长大这样 然后想要表达我们在部落里快乐的时候 然后我们丰收的时候的样子 跟我们倾倒工作的样子 透过乐舞展演呈现族群文化之美 明镜希望未来能成为学校的舞蹈老师 以自身所学专专业 让传统乐舞文化继续向下扎根 美丽新闻这部门台东市 采访报导